然后一美日一答回答一下 粗博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粗博就是问这个花怎么救 这个东西叫蝴蝶兰 花友们用的都是水苔 有人说不是我用的 我买来就要对 你看我们养花的呢 养蝴蝶兰用水苔是为了方便 很轻啊 很轻它固定性很好 好要做 我们运输的时候很方便 但是这个花友 你要知道水苔里边没什么营养的 那有的话说人家 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会往水里面加一些水溶肥 也会给它提供营养 再进家呢 是不是就没有营养了 这个水苔也要该换了 它这时间也长了就发酸 这根系生长也不利 那的话说我换了以后用什么 可以用发酵的松林树皮 明白了吗 那个树皮嘛 就重新把这个水苔全部摘掉 换个不太大的花盆 比它原来的大一点 大概这么大 全部用树皮给它塞满 你再试试 就长得就会好很多了 明白了吗 肥料该用的用 别用太多了 像兰花系列的 都不需要很多的肥料 但是它也要 你明白了吗 就给老外医啊 我老外医不希望 挣很多的钱 但是我也喜欢钱 要是 是吧 太多了 可能我接受不了 你要是给我几万个亿 2.7万亿 我的钱 太多了 几百个亿就行 就开玩笑 懂这个事就行 植物也是一样 该给肥料给肥料 用它吃到少 并不代表它不吃 下个中宝说 它一直枯意是咋回事 你这长得挺好的呀 它一直枯意 你给足光照 少浇点水 少整点水 行吧 水太多了 不是好事 植物啊 不是说你给的水特别多 它就长得特别好 就是刚需嘛 就整好就行 对吧 跟人喝水一样 谁还天天没事 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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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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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刻不停地喝呀 喝多了也照 食物也一样 该给光照给光照 下个臭宝说 推荐一下杀菌药呗 好多百般百丝杀的 这个东西叫戒鞘虫 这不是你用杀菌药 要用杀虫药 而且这种东西 你单纯的去用杀虫药没用 它就像和老王伯一样的有个壳 你给它打了药 渗透不进去 它就用个小吸盘一样 这个壳吸在这个汁干上 它就一直在那喝 你打药时候打不进去 怎么办 给它扒拉下来 找个不用的 拿你老公的牙刷之类的 就是那种 或者毛刷 给它扒拉动 扒拉下来之后呢 再去用杀虫药 就给它弄死了 好吧 当然了 并从不分家 老王伯一推荐你 小黄一号二号 也便宜 好吧 下个中我说 我的花上面长得这个白色的拉丝 跟上面那个戒鞘虫是一个道理 戒鞘虫 戒鞘虫 不是叫戒壳虫吗 对对对 戒壳虫行了吗 别喊那个了 你知道这个虫就行了 地壳明白了吗 你不能说地壳吧 下个中我说 这种黄叶是缺肥吗 你可以给肥料 给光照给肥料可以的 水线 这个多浇点水行 这个水能及时排出去 给出光照 这个多浇点水不怕 感觉不错 你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你们讲养花知识的 我说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看吧 喂 嘿嘿 嘿嘿